脖子到头上要火烧了 太可怜了 后边衣服啥也没啥事 脸也没事 你看胡子要烧没了 要火烧了 胡子烧没了 那都没啥事 就脖子往上弄倒 在烧要 bob 这続いて来看 早上的水葱 它烧没有 今天早上,不是 sab 几天呢 放就三天了 不然你联系就是站着 行 放这儿吧 放这儿 走了是吧 行 来 小猫 手充满肠了 这个全掉了 全掉了是不是 肉皮也抬了 一直到这儿 它的伤口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这样 应该是烫的 或者火烧的 这壶子烧没了吗 鸡肉叉的 但具体是怎么个烧法 真不确定 因为很长时间 皮底下 都感染全烂的活龙 很长时间 就是这些皮像 坏死的 整个皮一张鸡全坏死 可不可能是开水烫的那种 开水烫的 糊的了什么这样是呀 那就烫完了 可能有个了的呗 如果说他后背他咬成那样是怎么形成的呢 对呀 他有老实点 那趴着不可能让他咬那么长时间能咬 毛也得着 那麻药还没醒呢 说不就有点难动呢 能动 蹭 蹭 蹭手 嗯 上上下了 是不是 从我的回忆开始 其实他的身体 没达到手术水平了 是不是 对 但是不整的话 他烂的该打绿症了 就跟小猫拉脾一样的 对 的 不整就不行 就得整啊 只是今年寄小猫拉脾第二支救的这种包 今天他那皮底部的全都大鸿蒙 看不出了也不守处了 办理证也没了 现在 不够现在找他还行 肯定是先排除他不是一只流浪马 因为 那个求助人他在抱他来的时候 卫生都很紧张 那种瘦青那样吧 对 而且流浪萌 没有这样是这蓝萌流浪的 他的脾气 流浪猫咱都靠不住不了 脾气还挺好 昨天那个道德叔说在文景 文景爹附近救助的 他捡到这只猫 哎呀 这可怜的孩子 加油啊 唉 希望我能够坚持过来 不要像Lucky一样走呢 宝贝 走呀 像这样好可怜的 我把这骨子都会烧了 嗯 我妈这这皮鲜开咧 骨子都掀开了 骨子都掀开了 这耳朵都都烧成这样了 嗯 那好不好 我帮我给你找个好人家 嗯 你还加量 肯定是谁变态 嗯 确得 你想的好伴啊 哎呀 哎呀 还主动还靠 哎呀 太可怜了 哎呀 害羡哦 哎呀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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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可以帮我们一起分析这孩子的伤口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弄 是否挺虚的 挺弱 你破了危险器 看看谁啊 一天垫滴输营养 消炎 抗肝染 耳朵 这个耳朵 这本皮都美了 希望让人家一起分析 这个耳朵就有个小猫 很烧 嗯 我听话这么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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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